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本来我们由中国红行动 独家冠名播出 这是我们在八一音 送给大家的一个系列的 特别节目 致敬最可爱的人 让我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走进那些保家卫国 卫国戍边的英雄的解放军战士们 更好地去了解他们的爱国情怀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首先有请到三位官兵 掌声欢迎他们 大家好 我来自71352部队 装甲分队 杨宗莲 杨宗莲 装甲兵班长 优秀士兵 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 参加国际维和任务三次 荣获和平勋章 并参加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任务 大家好 我来自66018部队 53分队 中士张震雷 张震雷 优秀士兵 大学毕业后投身军营 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在强军兴军道路上 实现个人价值 大家好 我来自蒙古师 魏国英雄连 中士刘志强 刘志强 侦察班长 强军精武标兵 优秀士兵 荣立二等功一次 曾代表中国陆军 参与国际军事比赛 获团体第一名 参加安阳719抗洪抢险任务 我们欢迎三位的到来 来 有请各位就座 上座转 起步转 好 谢谢 欢迎三位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还请到了一位医学专家 他是来自于解放军总医院 第四医学中心 骨科医学部的黄鹏主任 让我们掌声欢迎黄医生 黄医生 您好 欢迎您 有请 您是做这个骨伤 这方面的研究的专家 所以其实是不是说 这一类的问题 会比较多地出现在 战士官兵的身上呢 的确血染伤 在我们骨科非常常见 一方面呢 是脊柱的损伤 一方面呢 是关节的 这两大类 我注意到您刚才用到一个词 叫训练伤 您说这一类的问题 可能更多的都是因为 出现在训练当中 或者是因为训练而导致的 对对对 他们都很年轻吧 是 我冒昧地问一下您今年 今年25岁 当兵6年了 您有哪方面的这个困扰 或者像刚才黄主任说的 这个训练伤 我是因为参加大线比赛 然后腰肌肉这一块 之前有过肌肉撕裂 就是现在在阴天下雨 或者在大强度训练之后 就是挑战自己的身体极限以后 会有明显的疼用感 那个特别疼啊 疼得忍不住 就让班里的战士给揉一揉 然后去做到针灸 做到理疗 来缓解疼痛 好 下一位 我是一名装甲兵 在每次强化训练 或者是演戏完之后 我这个脊椎就会出现不舒服 最主要的是早上起床的时候 出脚超 这个脖子肌肉很僵硬 这个活动也不够自如 如果稍有力转头的话 这个会出现一个 具体的疼痛感觉 我也有过 就是反正脖子不能动 那是的是 好 下一位 军事训练都难免会受伤 我之前也是参加一次 比武集训 在那个时候 得了那个腰间盘突出 一直到现在也总是腰痛 有几年了 有两年了 您今年有多大年纪 我今年26岁 你看 这么年轻 对 他都是训练中导致的 这个伤痛 我对那装甲瓶 我觉得特别神秘 带着钢盔在那装甲车里边 咱们也一起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小羊这个军旅生涯 陆军某装甲部队综合训练场上 隆隆地发动机声 战士们正在进行作战训练 摇动我的动摇 正前方四万米 发现敌坦克 完毕 全班注意 按照运行的力情展开战斗 执行 接到前方敌情通报后 装甲车队进行展开队形 全员进入作战状态 作为防暴装甲车官兵的一员 杨宗莲早已习惯了这种训练 一 二 三 四 开装甲车过程 因为要求速度各方面 人车配合的话 速度很快 为了防止敌人 对我们装甲车进行打击 可能要快速运动 可能这些S路 Auto路都有训练科目 装甲车行驶的颠簸 加上放炮时的后座力 杨宗莲作为车长 已经经历了12年这样的颠簸训练 装甲车的话 前面没有很大的试验 只有通过三个小的观察口 这些眼睛可能去看 弯在过程中 你的注意力全集中在你前面 杨宗莲和五位八 他俩是真正的 你往这边走 你往这边走 可能是因为军人长期处于实战状态下训练 精神高度紧张 所以装甲车驾驶员伸脖子找路 也是个通病 而带着重重的钢盔 再伸着脖子 加上每天至少八小时的颠簸震荡 让装甲车长杨宗莲 落下了颈椎疼的毛病 我记得有一次 看那个颠簸露的时候 由于车速比较快 到这个弹 把我的整体人弹起来之后 我的脖子撞到那个 撞到顶部了 痛了一下 之后我感觉可能坏事 但是结束之后我发现 没啥事 可能日积月累慢慢就行 在每次如果再强化训练的话 时间稍微矩一点的话 回来就感觉这个 脖子很木讷的感觉 就是不怎么灵活 左右转 感觉这个应该是 整体一块 不怎么灵活了 感觉里面缺油的感觉 每次高强度训练后 杨宗莲都会腾上好几天 每当这时 他就会找战友 帮自己按脖子舒展一下 但他从未轻易放弃训练 因为对于轮式装甲车辆的 驾驶员来说 他们是作战指令的最直接执行者 每一次急迟前行 都关系整车人的安全 相比之下 一点点颈椎疼痛 又算得了什么呢 刚才这个训练场上看的人热血沸腾啊 我今天才知道 原来你们在那个装甲车里驾驶的时候 就那么小一个观察口 是的 所以其实你整个驾驶的时候 就是相当于头是不能来回动的 是的 您平时比如说像这样的训练一天大概要多久 现在如果强化训练的话 一天能达到14个小时以上 就在车里 是的 怪不得你说你回来这脖子疼 你就是在这做事 十几个小时也受不了 黄医生您看他的这个工作的环境 我刚才听就一个是这种长期的 在车里边这种颠簸 然后感觉好像这脖子才是那个最重要的轴 都要靠这来活动 再一个就像说头盔啊 钢盔啊这些重物 这些都会给颈椎带来压力吗 对 这个脖子是人体上最薄弱的一个地方 我们说这个手脖子脚脖子 这个脖子都是细的 所以这个地方最容易受到损伤 如果力量就是作用在这个肌肉上呢 肌肉会产生什么 长期这样 一个是酸痛 一个是僵硬 还有一个呢就是 它活动范围受限了 会产生这三个事 那么如果这个力量作用在肩盘上怎么样 肩盘它就蜕变了 我们可能颈椎也有肩盘突出 如果小的肩盘突出会导致什么 压那个神经以后就手有点麻 如果再严重呢就压到这个脊髓上以后呢 是上脚无力 这吃劲都在脖子上 对 装甲车驾驶员里是个通 很多人都有吧 基本上可能都是 因为我们如果是装甲车一般的话 突出一个诈验物训练 就诈验物有些凹凸路啊 炮弹坑啊 有一些蛇行路啊 板凹豪之类的等等这些诈验物 基本上都是这个车子 来一回颠簸是辅助比较大的 因为对我们轮式装甲车呢 这个影响比较大 头晕啊 就是各种毛病 你有吗 这个没有 这个就是可能就是 就是现在就是脖子一点的 其他的像手麻呀 头晕呀 这些目前没有这个现场 那就还不严重 没那么严重 因为我们的战士比较扛躁 我们战士这个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的 但是就是这个脖子这个地方 你看身上防弹衣 带着钢盔 坐在装甲车里 就这个地方最不好保护了 有什么办法去保护一下颈椎呢 那么这里面最关键的是两个 一个是肌肉 一个是肩盘 这里面 那么其实呢 我们说肩排啊 我们短期是没有什么办法 那这个不能保护肩盘 但今儿我们是能想点办法 上车之前啊 它可以热身 然后之后呢 充分放松 然后呢 锻炼肌肉 我们可以叫做热身放松强肌肉 这几招 三招 三招 那么热身放松属于什么 属于预防 我们得防住了 让它呢 这个 迅而不伤 那么强肌肉这个呢 就如果肌肉强了以后呢 我们想 它能扛 比如说二十斤的劲 扛我们给它 施加十斤的劲了 它就不会出问题 所以你看到吗 小鸭 虽然你这个 军事素质过硬 身体素质好 但是全身最薄弱的环节 就是脖子 你们这个颈椎的这个颈部的这个肌肉没有那么强 是吧 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解放军总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张立宁副主任医师 还有我们的原八一队的刘建英教练 让我们欢迎两位 有请 你们都吃过压脖子吧 吃过 你看那上面没有多少肌肉其实 所以这点我觉得不太好练 行 张医生先跟我们说说 这个脖子这肌肉咱们怎么锻炼 有什么办法 我们总共呢是这个四周都是有肌肉的 那在进行颈部肌肉的力量训练之前呢 我们要先进行放松训练 因为刚才黄主任讲到了 我们颈椎的问题呢 大部分的问题就是先是疼痛 还有活动受限 那么活动受限是怎么引起的呢 就是我们颈部长期保持一个姿势的时候 颈部肌肉变硬变短 那我们如果进行力量训练的时候 我们的肌肉变短的时候 是不能进行力量训练的 我们要进行静态拉伸 拉伸了以后放松 让这个肌肉恢复到它原来的长度 我们再进行肌肉的力量训练 这个时候是比较安全的 下面请我们刘教练 进行颈部肌肉的静态拉伸 首先我们要做这个动作之前 先要把两腿跟肩同宽 头向左侧方 侧后方拉伸 最大力拉伸 最后左手握住右臂的肘关节 防止手肩 静止10到15秒 好 然后再换另一边 这个动作呢 每一组做10到15过 根据每个人的感觉来 一共做三组 这样我们颈部右侧前方的肌肉 就得到了充分的放松 左一次右一次 这就放松了 每次三组 这感觉 有感觉吗 感觉这个没有那么疼痛的 有一点放松的感觉 对对 我也是 接下来我们进行力量训练 颈部呢 就是在我们整个的肩部以上 就相当于我们整个大厦的低肌 我们的头就是大厦 如果想让我们的头很稳定的话 没有明显的疼痛和僵硬的话 我们就一定要把我们的低肌打牢 那就像黄主任刚才说的一样 就让我们的肌肉力量变得强大 我们接下来在瑜伽垫上 进行紧固肌肉的力量训练 好 来 咱们把道具拿上来 首先我们要俯卧在瑜伽垫 手自然放到两侧 头向下 到底 之后起 拿到最大 但是肩 你看肩就不能起来 要放到这 好 头 起静止 15秒 每一个人的颈部的力量是不一样的 或者有伤的官兵 所以要可以10秒 每个人不一样 以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定 就是这个的要领是不能用腰上的劲 对 不能 只能用颈部的力量 起 肩不要动 起到最大 好 好 下面做下一个力量的撤卧 让我们连连撤卧 肩同时也是在垫的这一侧 头向侧 放下 下到底 起 静止10到15秒 其实就是把 把头悬空 然后把力量都放在脖子上 对的 也是三组 好 仰卧 这是练颈部前方的肌肉 下巴壳尽量抵挡你的胸骨 这个动作就非常倒背了 好 谢谢 来 小杨 您来试试刚才那几个动作 手自然放到两侧 是 好 肩不要动 对 起 静止 10到15秒 再抬 抬不了了 可以 好 对 肩不要动 静止10到15秒 这要做三组 好 做一个撤卧 撤 脸不要下去 不要向 好 正前方 起 肩不要动 好 静止10到15秒 再做 下 下 下到底 不要歪脸 动过来 好 就这样 做 起 再下 我觉得我们暂时晚上睡觉之前 就都可以自己做一下 在床边 肩不要起 好 起 下部壳要顶到 从这儿 起 起 肩不要起来 一定要记住 肩不可以起 这个一开始 非常重要 肩不容易起 一开始练的时候 还不太容易长 对 起 因为他们的身体素质特别好 腹肌特别好 一起啪 他就用上腹肌的劲 谢谢 谢谢小杨 谢谢 来 您请坐 坐完了以后 现在感受一下 脖子这个 有什么感受 确实是肌肉在右近的话 有点热的感觉 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 让我们颈椎的 对这个大厦 根基先铸牢了他 对的 好 谢谢两位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中国红行动 独家冠名播出 刚才讲到的是颈椎的问题 那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战士张震雷 他的训练情况 看看还会有哪些问题 从文州州的大学生 到野战部队的军人 张震雷接受着体能和心理的双重考验 张震雷 大学毕业后投身军营 进入解放军陆军某野战部队 野战部队的训练强度 较地方部队大很多 对于战士们的体能和心理 都是极大的挑战 就是为了不给同班破后腿 我坚持每天早上 早起一个小时 背着沙袋 每天都要坚持跑上50分钟 晚上的话 基本上就是以上直训练为主 大运动量自我加压式训练 让张震雷的体重 从入50的160斤 快速降到130斤 各项成绩从不及格提升为优秀 但因为突然的高强度训练 让张震雷感到有点腰疼 参加一次比武 在训练的过程中 徒步行军30公里 开始走的时候 就感觉这个腰疼 在行军的过程中 就越来越疼 越来越疼 就直至最后一公里的时候 就感觉身体不堪重负 压着腰就是抬不起来了 但是还是坚持 跑完了最后一公里 经医生的检查 判定我是腰键盘突出 医生说 张震雷有三节腰椎键盘都突出了 但张震雷只在床上趴了三天 就回到了训练场上 问他为什么不好好治疗 他平淡地说 这病很难治好 不能耽误训练 如果不训练的话 你就会跟不上 你这一步跟不上 你就会掉下队伍 掉下队伍 你就会拖前脸的后腿 我自己感觉 我就过不去 张震雷说 从三年前诊断出腰椎键盘突出 到现在没耽误过一场训练 综合训练成绩仍保持优秀 尽管他还会经常腰疼 但轻伤不下训练场 是他们部队的一贯作风 让我们向这些可爱的 钢铁战士们致敬 来 我给张震来点掌声 你太了不起了 就几个月的时间 减掉了30斤的重量 但是这种突然间增加的 这个大运动量 以前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训练 没有 以前没有 就是你开始训练 到你第一次发现自己腰疼 椎键盘突出 这中间有多长时间 大约也就一个月左右 对 我就想问题 可能就是出在这儿 就是用老百姓的话来讲 就是练狠了 练过了 30斤的重量 10公里的这个距离 这为什么会导致 这样的问题出现呢 它这个也是比较典型的 在训练上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椎键盘啊 我们可以想象成 它就是一个轮胎 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连接 稳定 增加缓冲 重量 因为训练呢 它这种超负荷的举重啊 这个键盘的压力会非常大 它就有可能导致 这个随核的向外顶 这个车胎啊 就得于向外鼓 那么如果这个鼓得不严重 就像这个鼓胎一样 它就要轻度的键盘突出 我们可以叫做膨出啊 或者突出 那么如果重的是什么 就是爆胎了 这个纤维环就破了 但如果爆胎了 这个随核压的大神经 这个神经从腰一直是连到脚上的 就经过腰 臀 腿 脚 就踹下去了 所以真的我觉得 郑林你太 你这个精神意志力太强了 腰椎间弯突出 你居然还能坚持训练啊 谢谢 你现在是腰疼 还是腿会有疼吗 腰疼 现在腰疼完事了以后 如果时间长了以后 那个腿也会麻 那就是像专家说的 已经压到神经了 我们有他的那个 核磁共振的那个影像片子 咱们来看一看 我们看张震雷的这个核磁啊 这个腰椎还是有问题的 首先啊 这个亮晶晶的是尖盘 我们看到一个一个的 但是在四五 我刚才讲的那两个 黑了 黑尖盘 我们就叫做黑尖盘 就代表了蜕变 大家再看 你看 它是黑的 而且呢 在这个黑的这个位置 后边有个小白点 仔细看有 有 这个小白点 就指着我们腺圆环里 有一个裂缝 刚才讲着 它越来越薄了 要报胎之前 它有这个 那个小裂缝 如果不是这样的 棒小伙子 军人 像一般的人 要是到这个程度 还能自己就这么就去了吗 他是一般的人 如果这种情况 他是能走路的 或者是能工作没问题 但是还从事剧烈的这种训练 那是不可能想象 这也就是我们军人 对 张正雷 我特别想问你 你就这样的情况 你还坚持训练呢 对 因为我一直在坚持训练 你现在训练强度是怎么样 我训练强度 因为我都是跟着 连续练走 但是我们领导 一般都是知道 我这个腰部不好 然后就尽量 就是让我少穿一些装备 然后我一般就是轻装跑 一个训练不下来跑多远 跑过五公里 每天 对 至少是五公里 那你得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就不能带着上了 就是跑完之后 自己活动活动 活动之后就是活动活动腰 如果实在疼得受不了的话 所以我会把自己给挂在杠上 然后吊吊杠 吊上个几分钟 然后就这个疼痛 才去减轻了 单杠上面 对 咱们看看震雷是怎么在单杠上 来缓解自己这个腰疼的 来 震雷 就是这样 对 那你这样挂在那 你自己什么感觉呢 就感觉我这个腰很舒服 就是这个脊椎 就好像有人在拉你一样 就是特别轻松的感觉 请黄主任讲讲 为什么他这样一吊到这儿 他感觉腰就轻松了呢 再来一份做 他是对的 他等于自己找到诀窍了 那么我们知道牵引对腰椎 这个肩盘 这个是个放松 是个好处 他用自身的这个力量 等于做了一个自身的牵引 这样的腰椎肩盘压力就怎么样 减轻了 它就舒服了一些 你疼得厉害的时候 每天要挂几次 每天都得需要挂上两次到三次 就这样还在坚持训练呢 对 你的这个上肢的力量特别好 对 是吧 这单杠你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可以 我这么多年一次也没成功过 太厉害了 这是我们一个普通高校毕业的大学生 到军营以后完成的这个蜕变 真的特别了不起 谢谢 你还需要挂一会儿吗 现在不需要 刚才在那坐了那么长时间 你腰难受吗 现在刚才已经挂过了 就现在 是不是比刚才坐在那舒服了 对 舒服多了 好 谢谢 谢谢 来 咱回去 确实很了不起 但是所以赶快给我们解决这么优秀的战士 这么好的小伙子 怎么能帮他解决问题 对于这个腰间盘突出 我们实际它也是分期的 有的时候它是缓解期 我觉得张震雷现在还是缓解期 有的时候是急性发作期 对于这种急性发作的时候 我们还是得平时训练 要充分休息 但一旦缓解了 我们现在是不主张 就是躺的时间太长 就要一边康复 一边适应性地训练 这种训练是什么呢 反而促进它局部的血液循环 还能促进它肌肉的恢复 那么如果它是缓解了以后 那要真正地投入训练 这个时候要注意一个是循序渐进 一个要注意预防再次的损伤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比如热身放松 肌肉加强得力 所以其实震雷现在在部队 还在参加一些锻炼 其实对自己的身体 是有好处的 但是不能过 对 谢谢 特别棒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那我们接下来说下一位 我们的刘志强 是 刘志强也是有腰疼 有 你是怎么疼呢 我是2018年时候参加 国际军事比赛 会过以后 有明显的疼痛感 去检查以后 说是腰疾撕裂 然后近两年都没去看 因为一直在搞训练嘛 然后疼着累了 也就做着针灸 做着理疗 往来缓解疼痛 我们的战事真了不起 基本上有了问题 第一个就是 怎么治呢 扛 就为了训练 为了有任务啊 真的特别特别可敬 咱们先来通过短片 来了解一下我们刘班长 好吧 刘志强所在的连是中央军委 授予的卫国英雄连 作为侦察营的一员 每个士兵都因自己成为 这个连队的一员而自豪 同时在训练中 也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以上分工 同志们 兄弟没有 兄弟们 要求更高 对技能要求更严 手掌对我们的要求 是人人打靶 50环 手榴弹 各个投过80米 所以说 我们的体能训练量 要比其他兵种旅的 体能训练量 要高出很多 刘志强铁班长的名号 是在2018年连续参加两次大比武打出去的 为了这两次比武 他玩命训练 努力挑战自己的体能极限 为此他落下了之后 长期折磨他的腰痛毛病 当时我们在出国前的备赛期间 每天的训练量比较大 训练时长可以超过14个小时 我的任务就是一号选手 每天都要搬着伤员 在地上匍匐前军 竖几个来回 加起来累积也会有几百米 伤员的体重 为了更加模拟 战场要求 已经增压到80到100公斤 一开始腰部 还是只是有轻微的酸痛 但是慢慢地发现 自己身体痛过极限以后 然后慢慢地就形成了 现在这个脑伤 尽管刘志强的体能一向很好 但为这次比赛 刘志强每天要匍匐脱拽 将近200斤重的假伤员 进行训练 他的腰也显得有点吃力 在俄罗斯军事比赛 在俄罗斯军事比赛刚回国 紧接着刘志强又参加了一个大型比赛 后来受伤是因为应旅队需要 回国以后又参加了一个 精武2018的一个比赛科目 这个科目时长是两天两夜 内容就是负重30公斤 完成26个比赛科目 中间对队员的体能要求非常大 比完这次比赛以后 我都感觉到自己的腰伤 已经有明显的增加 那两次比赛后 刘志强的腰疼开始渐渐显现 但作为班长 他在训练上不能有丝毫松懈 我所在的连队 是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荣誉单位 现在这个单位 我只能为单位争光 不能为单位脱后腿 王后 刘凯派的军事 开始 刘凯 快去收入 继续两腿加紧 身为一名解放的战士 我们的责任就是完成任务 如果连任务都完成不了了 那自己又怎么说自己是一个兵呢 为了连队的荣誉 为了国家的荣誉 我不后悔 我们的灵魂是 终统荣誉日日三日 教练 来 我们掌声送给我们铁班长 真是了不起 还出国参加比赛 为国争得荣誉 是 是不是做班长 你就得军事素质最好 然后你就得做什么都比他们强 部队有句话叫 跟我来看我的 就是涉嫌吹饭 身为班长 一定要以身作则 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 把自己身上正能量 传递给自己身边的战友 所以这个当班长 不是说去指挥别人 就还要训练 要比战士更刻骨 对 我们要做带头人 每次训练 我们肯定是第一个上 而且您还是侦察兵 是 就是尖刀中的尖刀 对 黄医生您现在压力很大 要赶快想办法 帮助他们去解决这些病痛 就您的判断 我们刘班长 这个腰部的这个疼痛 可能会是什么问题 刘班长现在 他这个状态是什么 是一种慢性的腰脊劳损 就是这个肌肉 它有的是小的撕裂 有的是甚至小的出血 形成了粘连 斑痕 甚至是这个调索 这个导致的他这个疼痛 他这个疼痛也是什么呢 就是非常酸痛 有的时候是这个轻微的压痛 还能活动是受影响的 这个就是班长 对 你看身轻如燕 身轻如燕 等于他炼上了以后 他就忘了他这个事了 但是他会日积月的 反反复复地出现这个腰的疼痛 就是一个长期的这种累积 阴天下雨的 有的时候到潮的地方 潮湿 他会加重的 会这样吗 会 就阴天下雨 就会有明显的感觉 很难受 但是你 你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是真的说是疼的是吗 这个时候已经 身体已经活动开了 其实疼也都抛制到脑后了 你看我就说 就是这个是一个精神上的感受 还是真的说 就活动开了就不疼了 这个两方面都有 一个就是我们官兵的 钢铁的一个意志 他这个靠着 这股劲他撑住了 他就忘了这块 他一旦下来以后 下来就疼得要命 他就开始重 那一方面他的确是 这个活动活动 他这些粘连的条索 他适用了 他就可以这个进行活动 现在好多人都会 这个腰疼了以后 像刚才刘班长也说了 都带一个那叫什么 腰托 护腰 护腰 对 一天下雨 或者说大学训练的时候会带 震雷会带那个吗 不 我不会带那个 带那个会对腰有保护吗 在急性的时候是有保护的 我赞成啊 急性的时候短期带 它疼疼会减轻 我管它的 另一种叫法叫什么 体外竖腰 它就是这样竖起来 这样一扎起来以后呢 差不多25%的劲啊 就通过它走了 你的腰椎肌肉 你的肩盘就会省劲 但其实上我们还讲 这留了一个叫体内疏腰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 这就是我们的肌肉 我们锻炼好自己的核心肌肉 这个腰部这圈肌肉啊 蹦起来以后 它吃劲了 谁就省劲了 肩盘 我们肩盘就会放松 所以说我们最好是练好 体内疏腰 大家很好奇啊 我们解放军战士 这些小子 那肌肉都杠杠呢 怎么还会出现 他们这个腰部肌肉 还会没有那么强健呢 它有的时候是这个 外力太大了 就等于说一个 非常大的力量 就是等于超过 它这个承受能力的力量 就容易损伤 所以说我们要是把这个 体内疏腰练得非常强健 它扛住了大部分的力量 我们这个肩盘呢 就不会出问题 好 那接下来咱们就继续有请到 我们的张力宁副主任意识 和刘建英教练 跟大家交一交 有请 怎么练好我们体内的束腰 像我们战士平常训练的时候 我们的平板支撑也好 仰卧起坐也好 俯卧撑也好 等等 他们已经把他们的腹肌和腰背肌 练得已经很不错了 对啊 但是核心的控制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我们下面有请刘教练 来给我们演示一下 核心控制的这种训练 好 下面我给大家做一下 核心训练的这个动作 首先双臂 要直臂在瑜伽垫上 双膝 也跟肩同宽落在指甲垫 好 双脚 一定就脚尖要蹬在瑜伽垫 这叫六点支撑 动作的标准 首先腰不能太腰 直收腹 抬起你的右上臂 还有你的左腿 这个时候 重心就发生了改变 那么要想维持稳定 这个其实挺难的 刘教练做得非常的标准 我们肩要平衡 腰不要塌下去 骨盆倒是水平 好 放下来 那这一个动作也是持续10到15秒 10到15个一组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做1到3组 然后来训练我们的核心稳定性 好 谢谢 接下来呢 我们请两位战士来做 您帮他们做一下指导 是 好吧 来 班长 震雷 谢谢 咱们做六点支撑 不要低头 不要塌腰 收腹 再下一点 收腹 起 起 对 不要锁 鱼 与起你的右手 右臂 伸平 不要转肩 不要转肩 不要向前 好 现在身体的左腿 伸平 来 臀部收紧 臀部收紧 臀部要收紧 腹部收紧 腰 同行 好 放下 这个很标准 左臂 右臂 右臂 同时 我发现 刘班长更稳定 很优秀 好 放下 好 来 请到这里来 好 刘班长呢 你做完什么感觉 累吗 做第二个动作 就是手脚病的时候会有疼 腰上就感觉有 有东西在撕扯吧 感觉这个肌肉很舒服 是有感觉活动到腰了 对 对 肉肉的感觉 好 谢谢 谢谢两位 请回座 谢谢 今天我们请到了三位 我们优秀的军人的代表 我们中国的好儿郎 非常的感谢你们 在这里我们想说的是 希望你们在旅行好 保卫国家的这个神圣职责的同时 也照顾好自己的健康 在八一建军节之地 让我们再一次致敬最可爱的人 起立 临 几遍 看完电视看直播 有问题直接问专家 欢迎您下载央视频客户端 收看健康之路 在央视频的直播 再次感谢黄先生的到来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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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